你只要不是批判性的演奏 你教他嘛 你的信稿 他才会成长 他后面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紧盖 你的信稿是我最早配合的 因为你就画了一个哆啦A梦的腰带 没有独特性也没有创造性 所以你这样也就是有点侮辱他了 你这样你看 你只是画了一个哆啦A梦的腰带 它是没有独特性也没有创造性的 你的作品是我最早配合的 因为你就画了一个哆啦A梦的脑袋 它是没有独特性也没有创造性的 啊 脑海比较好 好像说他说的第一句最早配合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美术社拿出去的水平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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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